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情绪低落或过度紧张时 人会越来越讨厌自己的长相 觉得怎么穿 怎么梳妆都不顺心 然后就会发现自己头发爱出油 鼻翼出油 心烦冒汗 甚至下体分泌物异常或有味 精神科专家表示 不管是正面情绪还是负面情绪 长时间处在某种情绪中不能自拔 就会对健康产生不利影响 不同的情绪对应着不同的身体疾病 比如恐惧 焦虑 会导致腹部疼痛 批评 内疚 引发关节炎 压抑导致哮喘 经常愤怒的人容易有口臭 还爱发生浓肿 恐惧 会引发晕车和痛经 胃肠道被认为是最能表达情绪的器官 心理上的点滴波动他们都能胃补先知 在所有的身心疾病中 胃肠疾病是排名第一位的 比如胃溃疡和12只肠溃疡 全球约有10%的人一生中患过该病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 一遇到紧张焦虑的状况就会胃疼或腹泻 压力大的时候根本吃不下饭 司机 警察 记者 急诊科医生等 患胃溃疡的比例最大 其次是皮肤 对很多人来说紧张时头发痒 烦恼时头皮细增加 睡不好狂掉头发 还有反复无常的寻麻疹 湿疹 搓疮 都可能是长期不良情绪带来的后果 第三就是内分泌系统 女性的卵巢 乳腺 男性的前列腺 最容易受到不良情绪的冲击 大量临床医学研究表明 小到感冒 大到冠心病和癌症 都与情绪有关 充满心理矛盾 压抑 经常感到不安全和不愉快的人 免疫力低下 经常感冒 一着急就喉咙痛 紧张的人则会头痛 血压升高 引发心血管疾病 经常忍气吞声的人 得癌症的几率是一般人的三倍 赶跑伤身的七种情绪 第一名 生气 气死我了 这是人们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从健康角度来讲 嫌气 怨气 闷气 赌气和怒气 这物重气 不仅让人心情变差 还会在身体里留下不良记录 生气时面色苍白 嘴唇发紫 手脚冰凉 天长日久 会导致免疫功能低下 脏气病变 特别是身体不好的老年人 在生气的时候 血压瞬间上升 很容易出现脑溢血 心脏病和心肌梗死 制怒气 要发火前可以闭上眼睛 想象着面前挂着一副怒字 怒就是奴隶自己的心 这是要给自己心理暗示 千万不能做情绪的奴隶 生气最好不要超过三分钟 气头上不盲目做决定 第二名 悲伤 对心脏危害最大的莫过于悲伤 心血管科专家告诉记者 茶饭不思 戒酒消愁等 都是过于悲伤的表现 此时人体交感神经系统 分泌出大量的压力激素 会使动脉收缩 容易导致心脏病发作 当一个人悲伤时 往往呼吸急促甚至气不成声 容易造成废气的损伤 一悲灵 悲伤时可以试着强装笑脸 这种心理假动作 有利于释放不良情绪 或者用愉快回应法 想想之前的一些快乐 转移注意力 而且悲伤时一定要和人交流 第三名 恐惧 害怕公共场合和人交往 看到恐怖片 就汗毛树立惊声尖叫 人在面临威胁 或者可能受伤时 会本能地产生出一种情绪 这就是恐惧 它可能派生出很多其他的情绪 比如紧张 焦虑 害怕 不安等 调查显示 害怕失去工作 是男人最恐惧的一件事情 如果一直处于恐惧状态下 就会心慌 心跳 呼吸急促 头脑混乱 甚至晕厥 消恐药 恐惧是很正常的心理反应 不必有压力和负担 对于已经发生的恐惧事实 要设法冷静下来 想到事情最坏的结果 并坦然面对 也可以先将自己恐惧的 各种可能因素列举出来 学会直面它 第四名 忧郁 性格内向 郁闷不畅 不善交往 预示自解能力差 这是部分癌症病人的共同特点 长期处于忧郁状态 会导致过多的肾上腺素 和皮脂类胆固醇的产生 加快人体衰老进程 不少老年人 由于退休后儿女不在身边 在孤独和忧郁的阴影包围下 很容易老得快 宽心丸 面对忧郁可以反向思维 看到问题中好的一面 并积极寻求快乐的心态 广交朋友可以让自己的注意力转移 和三五好友下盘棋 唱唱京剧 甚至跳几支舞 都有利于消除心中的郁闷 第五名 敌意 现代人工作生活压力大 每天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人 其中难免有不对付的 很容易产生负面情绪 敌对情绪会转化为焦虑 长期积累可能破坏免疫系统 更严重地会导致心脏受损 消极情绪与肺功能衰退有关 还会反过来加速老人肺功能衰退 此外 敌对情绪还会引起心脏病 哮喘等 友善偏 80%的敌对情绪是能被克服的 试着将对方的优点放大 正是社会和职场规则 多想一点工作 少算计人际关系 当出现敌对情绪的苗头时 可以给自己沏一杯绿茶 其中的茶氨酸 有助于平稳情绪 理清思路 第六名 多疑 中国人爱多疑 办公室里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强行与自己联系起来 丈夫晚归几个小时 马上怀疑她是否有第三者 多疑的人往往感到孤独 寂寞 心慌和焦虑 特别是有些老年人 即便一点小事 也要琢磨猜忌很久 他们天天紧张不安 最终可能导致心理崩溃 也会因为寝食不安 引起食欲不振和营养不良 抗疑素 如果感到有多余的情绪滋生 可以每天记录自己一个优点 这样有助于增强自己的自信心 改善与别人 面对面沟通的能力 减少误解 有研究显示 在炎热的夏季 约有10%的人容易情绪失控 频繁争执和摩擦 在冬季 抑郁患者会比平时多 这些情绪问题 被统称为季节性情绪失调 对环境和气候格外敏感的人 会产生焦虑或低落的情绪 严重的还会引起 机体正常功能的衰退 情绪阀 夏天时积极调整饮食起居 用跑步游泳等方式转移 负面情绪 冬天时多吃些蔬菜和水果 多参与户外活动 晒晒太阳 提高室内自然光线等 都有助于排解消极情绪 人到老年 让开心变成一种习惯 吃到自己想吃的菜 是一种开心 发现自己脸上的皱纹 少了几条 是一种开心 出去旅游 看看风景 更是一种开心 把开心变成一种习惯 开心便会常伴你左右 开心和不开心 都要过一天24个小时 何必要不开心地度过每一天呢 开心就好 莫计较全大全小 老了以后 谁在乎你头领极致观貌 有饭可失 有觉可睡 有衣可穿 有山可爬 有水可喝 有书可看 有事可做 有路可走 有人可搬就是最好 当你烦恼的时候 想想人生就是减反 见一面赏一面 还有什么好烦恼的 不忘人恩 不念人过 不似人非 不计人愿 过好自己少一点计较 保持积极健康的心态 晚年生活就不会很难过 今天分享到这儿了 大家别忘了给唐糖点个赞 同时可以到Facebook和唐糖互动 您的支持是唐糖最大的动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